有很多小伙伴问我 今年有没有去找松露 实际上我是去找了 而且找了好多次 今天就跟大家聊一聊 我这悲催的找松露之旅 从上次我看别人挖到松露之后 回到家第一件事情就是策划 如何去挖松露 直接就驾车出发了 就到处跑 漫无目的 然后我们就顺路开 在这种比较宽的地方 能停车的地方就停下来 然后再观察一下 这附近的山林 随便挖一挖看一看 能不能挖到其实我心里也没浮 就我纯纯的碰印起 试试自己的运气怎么样 然后我们也集合了 之前学习的一些所谓技巧 在没被证实之前我还不知道那个算不算是技巧 反正就是看到地形看到山就一顿瞎分析 就像这种地方 崩塌的地方 你看像一个小的山体滑坡一样 这种类型的小坑里我都翻过 还好我身旁没人了 否则我的这些行为看上去就感觉很诡异 就拿着耙子一顿乱爬 看到这样的地方就一顿乱爬 挖了一天后毫无收获 连我自己都挺迷茫的 我不知道该怎么挖 所以我就继续开着车到处看 边走边停 边停边看 然后努力回想那些会长松露的地形 比如说像今天来的这个地方 看去是不是这些地方是会有土滑动下来的 像这个地方 这其实应该是第三天来玩了 很显然毫无收获 然后我脑袋在想要再换个地方 接着我又驾车又换了很多座山 结果还是一无所获 继续往山的深处走 挺意外的发现 这山里居然还有人在这里种各种的花 还有各种的树苗 那就随缘参观一下吧 这里是种了一些虫楼 一种中药 我觉得是云南的小伙伴都应该知道 这呢是一些红色的海棠花 可能是吧 其实我对花卉呢不太熟悉 不管是什么花 就挺好看的 我还是第一次知道我们这边是可以种柚子的 这个柚子挤的还挺多的 这个柚子挤的还挺多的 我顺便买了三棵树苗回家 一棵柚子 两棵 我准备把它种在火门前 在种树的时候呢 我就在想一个问题 我要不要去找松露的 已经连续好几天呢 是毫无收获的 后来我仔细想 如果我不去找松露呢 就遇不上 种花卉的大叔 如果我遇不上种花卉的大叔呢 我就买不到树苗 如果我买不到树苗呢 我就吃不上柚子 也喝不上柠檬水 其实我挺喜欢喝柠檬水的 所以 得出结论了 我还是要 继续去找松露 谁知道 找松露的任路上 还会遇到什么好玩呢 对吧 我不知道之后要去哪儿找松露 我不知道怎么去找松露 也无法证实我 现在所知道的这些所谓技巧 是否可靠 但是找松露的过程 肯定会比找到松露 有趣得多 嗯 那我们就 种花树 之后 继续找松露